一早說抱歉就沒問題了 換給你了 你…是否認識了我女孩子 喜歡喝零啡的? 在咖啡認識的? 傻的嗎? 我在咖啡真的只是去看書 哪有女孩子讓我認識的 不信 我今晚帶你去 你明知道我媽媽也不讓我去 我怎知道 你說你是一個很喜歡的男孩子 我相信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希望你不要騙我 我真的沒有騙你的 可能… 我剛才在想想 怎樣跟你慶祝而已 所以才有時候說錯了 我真的沒認識到另一個女孩子 你這麼好 我又怎麼捨得這麼對你 是嗎? 當杯檸啡放上桌子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害怕 我害怕不是因為怕青眉 知道紫眉的存在 我害怕 是因為我不知道落單那一刻 在說話的 究竟是哪一個國 究竟是哪一個國 喂! HELLO! 令啡 你呢? 要不要一杯Expresso? 好啊 你…今天這麼早的? 沒有… 明天有個Quiz 我就早點上來找書 之後可以陪你 是嗎? 都不知道是不是 當然啦 啊! 認識你這麼久 你都沒說過你家裡的事 你又沒有問我 為何無緣無故自己說過 那又是… 那… 你家裡有什麼人的? 爹地媽媽做個小妹 不過我自己住的 咦? 原來你有小妹的? 怎麼了? 我不讓人有小妹的 沒有… 那她跟你像不像樣的? 我… 不是那麼喜歡的 小時候就去了外國讀書 很久都沒有回來的 家裡有什麼人 是什麼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 那… 會不會有照片看? 有照片也不是現在啦 何況這麼多年沒見 還有啊 我不想說家人了 OK? 喔… 對不起 行了 那… 你天媽媽會嗎? 我會啊 你呢? 我怎麼辦? 一對情侶過兩次情人節 聽起來好像很荒謬 但是我又很肯定 這個女生 可以給我兩個自然不同的情人節 情人節 我跟了清明去吃飯 感覺都幾開心 她沒有再提及 昨天杯領啡的事 我最近都沒有帶著手壓 因為我還未搞得清 我身邊的是她 到底在想著什麼 我很迷實 真的很迷實 一方面 我很怕她真的要試探我 另一方面 又很怕會失去其中一個 你今晚會不會去咖啡? 蛤? 我今晚不會啊 今天是情人節 我想咖啡都會很多人 每個都一雙一對 我一個人上來都不知道做什麼 嗯… 是啊 那… 你今晚陪我陪到六點呢? 好啊 之後送你回家 不好了 想讓媽媽說 我帶你回家 這麼早啊 情人節很緊張嗎? 她還未來啊 你選一位坐著 那位是你倆的 是我的 熱領啡 好 給我吧 還是情人節想嘗試其他新東西? 相信我吧 她每次都會來這裡 每次都會喝expresso 我想她應該都不是花心的人 咦? 咦? 什麼事啊? 咖啡味太苦還是太酸? 你一向都喜歡酸一點的 我的咖啡味呢? 不是啊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這杯好喝啊 我喜歡啊 那你小心身體 要是我把蜜糖給你吧 不用啊 我可以的 喂 喂 我今天這麼早啊? 是啊 我今天早了 算了 早到也好 喂 祝你情人節快樂 今天是情人節 嗯 你倆個都有咖啡式的 今天也是第一次過 我要給你一些小禮物 自家製的 這只是粗仔濫造而已 不過心意最重要 你和你男朋友說 我很用心努力做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當然我是約了紫薇來咖啡過程人節 我又怎會不來啊 我早了半個小時到 還準備了安曲奇 打算交給老闆一會兒幫我送給紫薇 給他一個驚喜 紫薇你這麼早的 我明明早給你半個小時的 紫薇 紫薇你不舒服啊 紫薇 我不是紫薇 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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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昨晚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那一刻真的很害怕 害怕到不敢看著紫薇走 我就這樣坐在咖啡很久 一片空白 然後就沒有了記憶 到之後老闆叫醒我 已經是四點幾 他說我又哭又笑了很久 不過我根本什麼都不記得 喂青薇 是呀老公仔 別玩了梁芳 打電話你有沒有來電顯示 我怕你又睡了 誰知道你見到我的來電 會不會假裝聽不到 OK 我起了身了 放心吧你 黃小姐 黃青薇今天要上學 黃青薇 科斯班的黃青薇 那天回去問校務處黃小姐 她說青薇的媽媽 早就打電話回學校 說要跟青薇退學 原因 是她從來都沒有提過的 心病 至於紫薇 我亦都沒有再在咖啡見到她 之後那兩年 我每晚都去咖啡等 希望見到紫薇 或者青薇 但是 每一次都是自己一個坐幾個小時 喝幾杯Expatial 然後到深夜才回家 咖啡因每晚都陪著我一起 睡在床上面 看著天花板 不斷想我們之間發生過的事 其實 是不是真的因為我被青薇試探到呢 你們的恩恩怨呢 就遲些再說吧 不如我先說一下電影32的內容 電影32裡面的主角 Sumi 其實是適應一個人格分裂的病患者 她在生活上面有32種折疊分裂的 我遇到的你 不如就當是32個裡面其中兩個吧 還是不好 不如再加多三個吧 好像會豐富一些 他們還是會有百分裂的 對我 X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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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XD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